5 哈啰 我是米尼迪的Deer身高1830水瓶座 不知道你們是不是跟我一樣 已經在家裡很多天很多天沒有出門了 一個多禮拜 除了我的爸媽之外 我沒有見到我的任何朋友 不知道這段期間你們過得好不好啦 拍這支影片主要是想要有一個可以陪伴大家的感覺 分享一下我在家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秘诀 可以降低在防疫期间自己在家的教育感 就希望可以陪你们啦 第一个想分享给大家的就是 一定要维持日常生活中的仪式感 不要一起床就穿着睡衣 然后进行一整天的工作啊 或者是胡子没刮 然后头发没整理这样 我前面刚开始在家几天 我的确也蛮费的 然后后来发现这样不行 其实你平常工作是什么样子 就尽量在家里也让自己是那样的一个状况 自己看到自己都会觉得比较有精神一点 打理自己才比较有过日子的感觉 所以蛮鼓励大家就是 自己找事情给自己做 你平常会喝咖啡你就会泡咖啡 你平常要打扮得漂漂亮上班 那就尽量在家里也有一个基本的打扮 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开心一点 那最重要的就是 这次会要保养皮肤也是因为这个想法 让自己动起来吗 看到自己变好了 心情就比较不会那么差 那至于我的肌肤到底有什么状况呢 大家可以仔细一点看 我青春期那时候痘痘长很多 后来痘疤就很严重 然后再加上呢 我现在需要剪片的关系 其实我都剪到蛮晚的 然后夜工作 然后自己会给自己压力 就造成我肌肤状况有点差 最主要呢我想解决的就是 皮肤暗沉 毛孔粗大 粗糙 然后脸会有一些泛红的状况 接下来会用 蓝蔻超胃来基因复活录 也就是小黑瓶做一周实测 连续七天使用做一个 before after 记录 这个东西很多女生朋友都跟我说 超神真的超好用 但是我实在是 没有自己用过 这几天我们就来实测看看 到底有没有用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在家不焦虑的小片方是这个 绿色植物 这个是我粉丝送给我的鹿角爵 我觉得长时间在家里虽然没有人 可是摆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你的感受还是差蛮多的 说真的我之前差点就不小心把他养死 但是后来就慢慢的细心照顾他 然后现在每天我起床 其实我都会看一下他有没有长大 就生长的方向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不一样 其实有点像照顾宠物一样 你赋予给他爱心 然后看他一天一点一点的变大 就觉得植物跟生命真的是很奥妙的一件事情 心情会变得忙 那我这个呢是鹿角爵 这个是最近新买的书 因为在家准备待买那么多的时间的 所以这次真的是很下心来买啊 冥想的啊 像这个我觉得疫情期间就非常需要 它是一个瑞典 据说是国民书啦 就讨论一下什么是真的可以让你快乐的方法 看书是我这段期间觉得蛮快乐的事情 尤其在这段不出门的日子里 我觉得所谓的补脑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们不能往外探索的时候 就变得说我们需要往内探索 不管你喜不喜欢赌书这件事情 我相信你在心里一定知道 吸收薪知是真的可以让人感觉到快乐的 你透过网络书店下单一些书也好啊 或者是看一些线上课程 我觉得也是一些不错的选择 或者找一些免费的开放课 其实欧洲美国有很多的大学 他们都有做这个线上的开放课程 可以免费学习 让自己在这段期间有一个不一样的成长 像我其实每天就安排 至少三十分钟 我就是要静下心来看课程 那那个时间是让我很快乐的 我会觉得今天的自己 好像会进步了一点点 这个时候呢焦虑就会少了些 其实这段日子里面 我蛮想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每天 会去追病情的数字 病情的状况 当你在路上看到很多人 他可能不戴口罩 不遵守一些防疫规定的时候 你会很气 但我觉得在这段期间 最重要我们还是要照顾好自己 就你要先把自己顾好嘛 你不能每天去担心那些 你真的不能控制的事情 如果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些放下的话 然后好好去照顾我们身边的人 不管是家人也好 朋友也好 我们把我们能做的事情做到 提醒大家 然后照顾好自己 不让自己生病 并不让自己犹豫 让这段防疫期间 在家的日子里面 可以让自己尽量的保持开心 保持健康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心里面 我们其实要明白一件事情 那就是把我们可控制 跟不可以控制的事情分开来 就让讲给你们听之后 你们也可以 让自己的心情轻松一点 每天都蛮期待 这样子跟大家讲讲话 因为每天在家里 也没有跟别人讲话的机会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在家不交流的小学校是 维持作息 也就是顾好你的自律神经 其实自律神经是什么呢 就是每天告诉你 什么时候该休息 什么时候该活力充沛 一个神经系 在我一开始 变成在家工作的人的时候 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 我每天就觉得说 我要打造一个 我最舒服的工作环境 所以我的工作环境 大概都是开着黄灯 然后有点昏昏暗暗的 有时候窗帘就拉开一半 这样子 有点暗暗的是 我生产力最好的环境 但其实这样时间长了之后 我就有一个症状出现 失眠 所以我发现我的症状有点像 积聚神经失调 因为我整天长时间在家里 其实 我的身体感受不到 什么时候是白天 什么时候是晚上 但没办法判断的时候 身体就不会告诉你 什么时候该休息 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晚上非常难睡 维持作息的小技巧 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 白天工作的时候 如果你身内暗暗的话 那就记得 把灯打开 让你的房间里面 有白天的感觉 像现在我这个环境 就是我把室内灯全开 很亮 我关起来给大家看看 差别在哪里 这次关起来的状况 其实就差蛮多的 我现在还有开打灯的灯 再来就是 最好是有 你的时程表 比方说 早上起来工作 我到了12点 你就会让自己休息一个小时 然后可以看看窗外 感受一下今天的天气 今天的太阳 泡杯茶让自己休息 然后我自己呢 自己的习惯是 我在晚上10点钟之后 我就去洗澡 洗完澡出来之后 我就把室内的灯关按 全部开成黄灯 然后我的电视呢 会播一些冥想的音乐 或是让我放松的影片 让我开始培养我的睡意 10点之后也不要再工作了 我会做一些拉筋 或是简单的运动 看书 然后尽量 隔绝使用电子产品 让自己找到要睡觉的节奏 你说焦虑这件事情 其实一开始 大家说要待在家的时候 那几天我也很放纵自己 就是疯狂的追剧 打电动啊 熬夜干嘛的 但是后来会发现 熬了一天起来之后 会觉得 自己怎么睡那么晚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今天能力用的时间很少 那时候反而是心情最差 所以在这段期间里 我非常鼓励大家 还是要制定好自棋的作息表 按不了操课 设定好自己休息的时间 跟区块 让自己的身体 维持在一定的作息里面 这样才可以保持着健康的心情 继续奋斗下去 一起加油 嗨 今天你好吗 今天的抗焦虑小绝招 就是想跟大家说 在家还是要固定的运动 我本来运动的习惯是 去健身房 疫情的关系嘛 健身房就关了 运动会释放脑内飞嘛 平常习惯那个东西 突然没有 我心情也蛮差的 这一个多礼拜 我真的 花了蛮多心思跟方法 来打造一个在家里运动的环境 有几个东西推荐给大家 第一个你很需要的东西 一定是瑜伽垫 瑜伽垫可以帮助你拉筋伸展 或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你都需要它 然后再来呢 推荐大家的是这种按摩的滚轮 你可以拿来滚你的腋下 身体的其他部位等等 其实是一个蛮基础 蛮好用的一个器材 那接下来呢 我就拍我一天运动的菜单 选择自己适当的强度 让自己每天大概有30分钟动起来 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事情 在家里流流汗 然后也让自己的 有点作息转变的感觉 不要一直坐在电脑前面工作 Let's go 鼓励大家在家期间 动起来运动 真的是会让你开心的一件事情 让你们看到我运动的片段 也让你们可以有动力 动起来 我刚自己在看我第一天 第三天跟今天的照片 真的是差蛮多的 今天是一周结束后的心得分享 首先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我这几天使用化妆水 以及兰蔻小黑瓶 做我的肌肤基础保养 第一个我觉得是 我的肌肤摸起来啊 柔嫩平滑的很多 因为我平常最在意的就是 鼻翼这两边摸起来很凹凸不平 很像很多角质啊 然后可以摸到粗糙 但是连续用大概到第三天 第四天之后 我自己摸起来 自己在做保衍廊之后 就觉得 真的有差欸 而且特别是在画面看起来 真的差很多 自己就会觉得 皮肤好像变好摸了 再来第二个地方是 光泽透亮 因为身为一个YouTuber 最重要的就是脸 然后必须跟大家说 我现在是 完全没有上妆 全素颜的状态 我以前的影片都是有 擦粉底液啊 打底乳啊 然后遮瑕膏 遮黑眼圈 我现在是没有 但是我看画面 在第四天拍的时候 我就觉得 好像不用化妆 看起来也蛮好的 你看这边都会有反光 有没有 哦 超满意的 但我以后都不用化妆拍片了 这个真的是 从基底散发出来的光芒 再来一点是Q弹水润 再来一点 再一点是Q弹水润 皮肤变好摸了 也更有弹性的感觉 你看那种 短短丢丢的 有没有 之前从来不会觉得 我的皮肤会这样 也因为这个原因 我其实蛮喜欢女生 脸那个摸起来 很可爱的感觉 那现在摸自己 因为我的皮肤 其实算痘痘基于敏感基于 补水很麻烦 我以前不懂 然后会买到一些 太油的化妆品 想说因为缺水就补水 然后结果反而造成 痘痘更多的状况出现 就是补太多粗油 补太少干燥 它的超强保湿力 修复了我的肌肤 解决干燥脱皮的状况 最后一点呢 画面上也很明显 就是毛孔变得紧致 影片一开始有讲 就是我这个地方 毛孔非常的大 所以看起来颗粒感很严重 就会看起来肌肤不好 但用了一周之后 真的有明显的改善 可以明显感觉到 毛孔变小了 更紧致了 这几天啊 我只用小黑皮 晚上洗完澡 一边一管 白天洗完脸之后 我一边半管 就这样除了化妆水以外 其他东西我都没有用 一个礼拜可以养出这样的肌肤 首先不啰嗦 直接给大家看 第一天 第三天 跟今天的 纪录照片 我用iPhone前镜头拍 没有加滤镜 没有修任何的图 圆土直出 就是长这样子 那我去研究一下 这个小黑瓶的成分 其实燃扣的实验是 用了15年 金盐全球独家专利的修复成分 让一滴 一滴里面 就有3000万个活性萃取 内含七大益生菌跟益生质 其实就像肠胃的好菌跟坏菌一样 你只要让肌肤的好菌 大于坏菌 你就可以平衡肌肤的维生态 再来生殖地的部分 再强调一次 因为我是敏感肌 只要一年腻 我很快就会长痘痘不舒服 但是小黑瓶用起来真的 很继续没有负担 而且保湿力超高的 这一滴下去就有感 它是非常好吸收的专柜精华 让你的皮肤Q弹嫩又亮 我是真的现在很满意现在这个状况 好这几天除了肌肤变好之外 我黑眼圈也有点改善 这几天我用的是 蘭蔻的大眼冰珠 以及未来眼霜 这一罐是 蘭蔻的超进化基因大眼精脆 眼部精华 它能够立即冰镇降温2度C 有效消除 眼睛的浮腫 泡泡眼 是业界唯一专利弹力按摩球 临死角全面修复 淡化你的黑眼圈 能够促进肌肤循环 我用完之后 是真的觉得黑眼圈淡了不少 但可能涂的还不够 这个眼下缘我应该再多涂一点 它能够促进肌肤循环 改善黑眼圈 睡起来的时候眼部浮腫 直立清爽很好吸收 你在上妆前使用也是可以的 而且它用起来不会黏力 不会让你的肌肤感受到负担 所以眼周也不会有长肉芽的问题 还有这个 超未来基因亮眼睛脆霜 它功用的是 抚平 像眼睛下面的细纹的部分 还有这个余味纹的部分 它要添加小黑瓶的独家修复专利 内含七大益生菌跟益生质 能够有效地抚平眼下的细纹 平滑眼周 清爽不油腻不怕长肉芽 我每天为什么会觉得焦虑或不安呢 其实就是因为有事情没办法做 然后自己好像没有进步没有变好嘛 但其实你如果设定了一个目标的话 去执行它达成它的话 心情真的会改善蛮多的 然后呢 以前真的很多女生朋友跟我说 小黑瓶很神啊 真的很好用啊 就是人生不能没有它 我就觉得 太浮夸了吧 结果没想到 用了七天 认真记录 认真查 真的有用 那我的影片呢 一直希望透过让我自己变好 也让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变好 等到疫情解封的时候就可以 用最好的状态 再次展开生活 所以如果看完影片想试试看的话 记得去影片下面的资讯栏 看相关的蓝口产品资讯 其实不用出门 用网络产品订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你就可以在家开始 你的一周肌肤改善计划了 如果有成果的话也很欢迎 大家在IG私信我跟我分享你的快乐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变得更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米露的YouTube频道 Follow米露的Instagram 注意健康 小心 出门要戴口罩 勤洗手 勤消毒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掰掰 我会继续拍更多影片陪大家的